宜蘭市碧霞宮延期百年傳統 在1月21日辦理東陵救濟活動 發放現金、米粉、白米等物資 給宜蘭市319部低收入戶家庭 主委說碧霞宮早在1895年 就開始辦理這項計畫 至今已有128年的歷史 當年休息 是我們自佩客宮 建宮以來118年 就一定都持續在這項任務 其他就是要長長久久繼續來主辦 來辦理這個請求 當年休息這個工作 也真希望我們社會國界 先進人數大家來協助 來讓他這個經費鄉 可以更增加 有很損失 來繼續來辦理這個工作 碧霞宮供奉岳武穆王 是宜蘭縣唯一的岳飛廟 已經超過200年的歷史 被列為古蹟 廟方每年都會沿襲傳統 募集資金和民生物資 辦理貧戶救濟 希望藉此拋磚引玉 喚起社會各界共同支持這項寒冬送暖的行動 宜蘭縣有300多月問一個人 大家有領著紅包、白米、還有米粉 頂頂 讓他們在家裡怕日子會快樂 這就是讓他們住的一個慈悲為懷 可以很順利來發展建立他的家庭 讓他的家庭 拜佈發展時同樣 將心比心用回饋的精神 再度再來回饋社會 農曆春節是我們華人最重要的節日 為了讓我們許多一些 比較過得不甚好的民眾 能夠有一個好的生活 我們碧霞公在過去128年來 我們不斷的在東陵進行救濟 希望將這份愛給傳達出去 更重要的是讓世界充滿的溫暖 另外碧霞公還有一群默默付出的志工 每當廟方辦理活動時 這一群志工媽媽就在廚房忙來忙去 將羅廟方人員的食物溫暖他們的胃 也讓他們有體力來服務信眾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欣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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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